汇集了照样国章、白玲、李晶晶等势力派演员的电视剧《插翅南飞之变脸》 于12月1日在北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当天剧中主创齐齐亮相 现场一席警服亮相的李晶晶刚已现身便备受关注 可一向擅长抛头论面的白玲 哪能这么容忍晶晶大姐的大肆炫耀 这不就在活动开始前 白玲便向记者秀起了长腿 可在活动开始后 依旧觉得火候欠佳的她 又在台上走起了申请路线 我特别的激动和感动 谢谢大家 今天非常高兴和荣幸 能够站在这里 在我自己的土地上和大家一起见面 我真的非常谢谢赵老师 这是我的一生之安 我们刚拍完一部电影 《致命合约》是我第一次回来 担任你主角 他是我的片子里面的情人 这次呢又是我们演 又是情人 我觉得真的是可能我出去了 让我感觉到更多的是 让我的心真的感觉到 其实更知道什么是最把握的 怎么去珍惜 就是中国 我的国家 真的在外面也是觉得很孤独 所以这次赵老师让我回来演 我真的是回不家的 大大连连的晶晶 哪能计较白玲的过渡强境 依旧是在活动上阐述自己的 折身警服 这个定算 但是这个还不太合适 包括这个今天这个号啊 还有这衣服呢 还都是暂时 只是今天出席新闻发布会 可能到时候呢 我们可能还还会要做一些 比较那个什么的 这个号你看现在都不对 只是为了今天我要出席 这样一个告诉大家 我要演一个警察 酷六娱乐北京报道 这个号码